這是一個三歲多的小妹妹 她來的時候是因為咳嗽然後發燒 我們臨床上的診斷的話是一個支氣管肺炎 所以就幫她照一張胸部的X光片 胸部X光片從影像上看起來的話 她的心臟是偏向右邊 所以說我們原先看起來的話 肝臟的影像是在左邊 所以原先是以為說是不是影像上傳錯誤 不過跟那個我們的放射科再次確認之後 那確認的話影像上傳的位置是正常 所以這個小朋友的話可能就是一個 所謂的脹氣反轉的情形 那住院之後的話 我們也為她安排了腹部的XN波 確認她的肝臟是位在左邊 然後胃部是位在右邊 所以是一個臨床上所謂的 完全的脹氣反胃的情形 那這種情形的話 臨床上大概就是發生的機率 大概是萬分之一左右 那一般來講 這種完全的脹氣反胃的狀況 大概就是說 她的存活力大概跟一般正常人差不多 那大概有3%到5%的機會會合併 就是心臟的一些先天的一些缺陷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是後續的話 我們會再安排她 就是回去醫學中心的小心臟科 再去追蹤心臟方面的問題 我會再去追蹤心臟科 然後再去追蹤心臟科 這邊的傷疑 我會再去追蹤心臟科 那一般實際的動作 在這方面 我會再去追蹤心臟科 怎麼也許 把這東西都回到